欢迎来小小政治我是启耀 在这里就看到了六周的这个投票率 唯独这个单周呢是非常低 截至是四点的时候大概还是56% 所以应该啊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是在60%左右了 我在这边就开始听到一些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言论 我自己是主张说我们等开票的时候才下定论 不过呢我竟然看到有新闻还自称是政治学家讲说呢 如果投票率这个单周少过65%的话呢 这个单周可能会失手可能会变天 我看到是有一点要跌眼镜了啦 OK首先呢大家要明白的就是投票率低这样事情呢 可以代表几样事情 其中一种为什么大家讲说投票率低 其实是可能会让单周变天的 主要就是可能会因为不满单周的种种事情呢 他们就投废票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论述是因为呢 我主要有两样啦 第一点啊大家都已经听过了 吉兰丹水供问题是一个很持久很持续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东西就连吉兰丹州自己的人民都会拿来开玩笑啊 讲说他们是 然后他的这个新年衣服那个脱口秀啊 讲说其实就跟我的水一样等等的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伊斯兰党的领袖的回复当中 我觉得是很不合格的 包括他们讲哎其实吉兰丹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一些水源问题呢 他们还是可以一天冲三四两啊 或者是更夸张了啊 现在吉兰丹人民都会自己去挖那个井 所以呢这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或许是这种 伊斯兰党非常高傲的这个心态 觉得这个东西不成问题 就算是不解决 吉兰丹人民也会指使我 这种下踏到民生课题 他们一直都是采取一种很傲慢很轻 轻视的这种目光 导致有这样子的防风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成立啊 这个我们是有时候做这个 呃去到网络去看骂来报章的时候 也偶尔是看到这样子的这种留言哦 近期的时候也比较多 第二样事情呢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 伊斯兰党突然间宣布说呢 吉兰丹州的这一个呃 州务大选啊 政府人选都突然间变 OK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相当的突然 相当的毫无预警的这样发出来的啦 那他是代表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讯息啦 就是这个伊斯兰党这边 对吉兰丹这边实在是太有信心 就以至于他其实不太需要考量到 大家对于元任的那一些 州务大选的这一个信心还是人选 所以他直接就这样子换牌 临时的时候这样讲 他就觉得说 其实就算我换新人上去 你们还是会投给伊斯兰党 如果你要讲改变 就是真正不满累计的话 可能是这两点原因 但是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 吉兰丹州的投票率低 和丹州变天 实在是有一个蛮长蛮远的一个过程 我顶多能够接受说 就是说 伊斯兰党在吉兰丹州这边 可能会丧失更多的一些意习 反风可能会吹的更多 或者呢 他也不叫反风 就是大家对伊斯兰党呢 一性懒散 然后呢 就觉得说不投给他了 然后他们可能也不喜欢这个团结政府 接受不到行动党 他们就不投票 但是 顶多是反风吹的胜 这一个政治评论家讲说 丹州要变天这个事情呢 我还是 我没有看到还有任何的 敬一番的解释 所以呢 当听众 或者是一些观众 在下面留言说 这个投票率低 丹州会不会变天的时候 恳请大家呢 希望不要放降高 希望放降高呢 失望就有降高 所以就心平气和一点点的 在晚上时候就看这个 这个投票的这个结果 不管 提醒大家一句就是 不管成绩是怎样 大家睡醒 明天 太阳还是从这个 冬片升起 大家还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不管怎样 就平心的接受 然后看一下 能够怎样的更好的去 进步这个国家 更多的是尤其政治人物 我们主要是顾好 我们的这个饮食三餐 然后重要的是 做了这个投票 尽了自己的义务的话呢 我们就心平气和的 过我们的生活 不要再 太过的狂热 在这样事情 OK 所以这期小时 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晚上九点见 OK 进我的直播来一起聊天 拜拜